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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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開始上課 今天我們的進度是咆哮山莊 回顧這個GNA 上次我們說了有很多種方法 至少有三種 來看這部作品的主旨 一個是把GNA看成是從小就受到創傷的孤女 然後她一輩子帶著這樣的形象 所以用這種形象當封面 會讓我們感覺她是孤獨無助的人 所幸後來有一個男人可以幫助她 但是如果用右邊這幅圖當封面 就會讓我們感覺她其實是一個心高氣傲 或者對自己有充分自信的女人 那在遇到自己的 後來遇到喜歡的男人 也就是後面騎著這匹馬戴著一條狗的人 就會 就會展現出自己的主動性 爭取到跟她結合 但是如果用下面這幅圖當封面 會讓我們感覺她好像是 從一個孤兒狀態 最後能夠融入社會主流 成為一個女教師 那麼她的不管是身心狀態 或者是她看著鏡頭的這個神情 都讓我們知道她其實 是滿意於自己在社會中扮演的角色 可是如果我們要用 當然這三種詮釋法 各有各的那個堅持點 或者說她從小說細節裡面去找證據 可是在我們的讀本裡面 選擇的是神話與原型 我們先談圓形好了 圓形這個字 是由一個心理學家 Karl Jung 提出來的 這個字的意思 就是最初的模式 我們現在翻開讀本的208頁 以後你們如果看到 比如說page 208f 那個f 代表的是下 就是208以及她的下一頁 所以等於是兩頁的分量 對神話原型批評有重要影響貢獻的 Karl Jung 她是分析心理學跟哲學家 她曾經是弗洛伊德的學生 我們在這門課提過弗洛伊德對不對 她認為一個人是由 三個我組成的 哪三個呢 最中間的是什麼 自我 然後跟情侶最有關係的呢 本我 然後社會價值的 超我 超我 通常具有所謂閹割的功能對不對 還記得嗎 超我代表的社會主流價值 那所以自我永遠是在 自己的 原來的個性 也就是那個本我 或者原來 受本能驅使的 那些驅力 驅力叫drive 他是一種力量 但是為什麼要特別稱他是drive呢 意思就是 你的理性沒有辦法控制他 就叫驅力 然後 所以 所謂的 自我 Ego 往往都是在 Super Ego 和 意的 之間 求取一個平衡 意的 就是原慾 有的人直接把它翻譯成慾無 就是完全由 本能的慾望所 驅使的那個我 你們知道有一個很有名的女性 台灣的小說家叫慾 他就是用這個慾 弗洛伊德的學生融格 為什麼決定跟老師決裂呢 他認為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太過狹隘 因為 這個 他認為自己老師的這個理論 只能夠解釋個人 沒有辦法解釋 集體 我們 接著看看 而且 他認為弗洛伊德的理論太負面了 總是強調病態心理 而非健康的心理 弗洛伊德的這種理論 雖然分了三個我 但是他認為 力量最大的 力量最大的 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 Superego 這個壓迫的Ego 要來制伏伊德 要壓抑這個伊德的力量 往往都是 徒勞無功 徒勞無功的 或者說 力量 非常強大 導致這個Ego 在失去平衡 失去平衡 就是 就是 不健康的狀態 下 被這個 所 控制 就產生很多病態 比如說 歇斯底里 或者是 暴力傾向 或者是 不由自主的 抽搐等等的 很多很多病態的 狀態 通常到精神病院 看 很多病人的狀況 如果按照 弗洛伊德理論的話 都是因為 他們的這個力量 被壓得太緊 那這個力量 其中最強大的 就是 性慾 那 可是他的學生怎麼說呢 榮格對神話原型批評 首要貢獻在於 提出了集體潛意識 跟原型的理論 在發展集體潛意識 這個概念的時候 榮格擴展了 弗洛伊德 個人潛意識 的理論 聲稱在個人潛意識底下 是人類大家族 所有成員 在心靈 繼承上 都共享的一種原始的 集體潛意識 這句話非常非常重要 人類大家族 所有的成員 那就是指所有的人類 他們其實代代相傳 都會有一種 你可以用今天的話來講 在基因上就已經 繼承了 人類共有的原始集體潛意識 這個潛意識又是哪裡來的 也就是人類從最早期 從自有人類的發展以來 面臨的各種環境的挑戰 其中這種挑戰 在心理層面上最大的反應就是恐懼 fear 這些恐懼會代代相傳 如果有可能 將潛意識賦予人性 我們就可以將其想像成是一個 集體人類 他結合兩性 就是男性跟女性所有的特質 超越青春與年老 出生與死亡 而且在潛意識的控制下 人類一百兩百年的經驗 是不朽的 換句話說 會不斷的 傳下去 如果有這樣的人存在 也就是潛意識 你把它擬人化之後 真的有這種人存在的話 它將會被提升為 超越所有戰時的改變 意思就是 它幾乎變成一個結構性的東西 不隨著時空而改變 現在和西元前幾億年的任何一年 都是一樣的 他會是一個有古老的夢的做夢者 而根據他無數的經驗 他是一個無可匹敵的預言家 因為他累積了 從人類有史以來 甚至是無史 就是沒有歷史以來 自從有人類以來 就一直累積的 那種心理反應 比如說某一種恐懼 他會 沉澱在內心之中 用什麼樣的形式表現出來 那累積的夠久的話 有的人甚至可以預言到 或者預先看到 這個事情怎麼變化 所以它存在於無數的時間中 比一個人 一個家 一個部落 一個國家的生命都還要長 而且他擁有成長茂盛 和衰退的節奏與生氣 最後這句話比較複雜 我們也不 也不去那個那個深究 但用一個普通 平淡的話來講 其實就是智慧 就是具有這種集體潛意識的人 它可以根據這個潛意識的 它也是一種力量 一種判斷 可以預先知道這個事情 將來會怎麼發展 這如果用我們的傳統文化來講 我們有哪一部經典 最能夠呈現這種集體潛意識 不是施經 可以預知未來 大家算命的時候喜歡嗎 易經 那當然有人說 易經不過是統計學 但是 如果你拿來跟剛才208、209 念下來的這個集體潛意識 以及它所能發揮的力量來說 在我們自己的文化裡面 易經是可以做到這樣的 榮格相信 心靈不是生來就是一塊乾淨的石 心靈 the mind is a clean slate 這個是洛克講的 John Locke 這種 源自於英國的這種經驗論 都相信說 沒有什麼 什麼 命定論 像希臘 古老的希臘人相信人的命運 都是 事先定下 或者基督徒說 一切都是上帝安排的 他經驗論 認為人的 人的經驗 事實上 就是 你用一個純潔的 純 純白的 完全 沒有事先命定的 痕跡的 心靈 在經驗這個世界 但是榮格說不是這樣 他說我們的身體 跟心靈 都有 有預定的個人明確性 也就是 每一個人天生的性 性格跟氣質 也就是指不同的行為模式 他們在不斷出現的精神作用下變得 越來越明顯 所以 榮格就用神話形成的構成 成分 來 認為 這種所謂天生的個性 是一種母題 或原始意象 或原型 所以 這種所謂archetype 最初的模式 那個模式 或者說是 已經定型的 一種東西 他在個人身上 可以是一個人的氣質 他顯露的人格 往往跟自身 最深層的恐懼有關 所以我們來看看 Jane Eyre 跟名主角 或主人翁 他的性格特質 他是一個什麼樣的小孩呢 故事一開始 Jane自己 就是已經成長的Jane 告訴我們讀者 他說讀者 我小時候 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他不願意當窮人 為什麼 他說窮人都過著一種 反覆勞動的生活 那種生活 彷彿是希臘 一個神話故事裡面 就是有一個人 他被迫 就被詛咒 一直推著巨石 上身 然後費劍力氣之後巨石滾下來 第二天再重複做同樣的事情 所以對Jane來說 窮人 過的生活 就是 反覆勞動 這個不吸引他 因為沒有變化 沒有刺激 跟他相比之下 Helen Burns 雖然在學業 所謂受教育 學業的進展上面 非常成功 這個成功的意思就是 不斷在吸收新的東西 生活顯得 就是你可以有新的想法 新的知識 來拓展你的 你對人生的視野 但是Helen Burns 喜歡讀的小說 跟Jane Eyre大意齊趣 Helen Burns 喜歡讀什麼小說 他有一部小說叫 Rosalus Rosalus是指 一個遠方國度 的一個王子 這個王子 遊歷了世界各國之後 回到家鄉 體認到一個 價值 就是 讓身體勞動 反而可以得到 心靈的自由 所以反覆的勞動 對Helen Burns來講 並不是束縛 反而是 反而是 可以得到 不是心靈的自由 可以得到心靈的平靜 所以 這個Jane Eyre的氣質 跟Helen Burns就非常不同 Jane喜歡閱讀奇幻故事 這種奇幻故事 包含了很多旅行 都到 這個 會發生很多奇怪事情的地方 然後見到 許許多多的動植物 這類的 他雖然他的命運是孤兒 也因此被當作仆人 的這種命 可是他嚮往千金小姐 那種充滿變化的自由心靈 這一種的個人心靈 就是他的氣質 用圓形來講的話 它是受到集體潛意識的影響 我們現在 在看集體潛意識有哪些特徵 請看210頁 210頁最上面一段倒數第三行 圓形會在個人的夢裡面顯露出來 所以我們可以說 夢 是個人化的神化 而神化是去個人化的夢 那麼如果 講到夢 大家都會想到弗洛伊德 弗洛伊德的夢 也是一樣 表現的是 人的Eat 在白天沒有辦法顯露出來的力量 所以在晚上 就顯露出來 以夢的方式出現 榮格也談夢 但是這個夢 對他來講 是集體的 不是個人的 我們看一下下面一段第三行 榮格用Archetype原型這個詞來表明 人類從不同文化跟歷史時代中 某些相同的夢 所以不管你是 英國文化出身 或者是埃及文化出身 這些 只要是人做的夢 一定有共同性 共同的地方 夢 神話 洞察力跟宗教思想 所匯集產生的象徵 透過集體潛意識傳承下來的原始意象 人類進入了 神話 宗教 文學 視覺藝術 夢 跟個人幻想 所以對 跳兩行 對榮格而言 潛意識的重要產物就是英雄神話 這是一個孩童從嬰孩到成熟的成長過程 在童話故事中的一種敘述 這種原型神話細節隨著文化而有所不同 但基本上是相同的 根據他的說法 原型不是由個人繼承 而是傳承在人類的生活經驗中 進而形成有意義的神話原型 所以 Gen Air 是一種神話原型 他的神話原型代表了什麼呢 比如說喜歡旅行 要藉由旅行來探索 來拓展自己的 心靈狀態 在211頁 第二行 偉大的藝術家是一個擁有原始視野的人 那是一種對原型模式的敏感度 一種能在原始意象中表達的天賦 那使得他能夠透過藝術傳遞內在世界的經驗 所以這種內在世界 剛才我們講過了 在Gen小時候 就已經從他閱讀的東西中 來感受到自己 會被這種東西吸引 那上次 4月1號補課的時候 我們也提到 這個小說裡面很多人名 都有意義 Air這個字 E-Y-R-E 他的字意 就是Travel 他的字音很像Air 空氣 所以是一種 流動 自由流動那個狀態 他也跟這個 繼承者 Air也是同音意義字 那麼這個 H-E-I-R 繼承者 也會讓我們知道 他 跟我們現在用的 神話原型理論來說 代表的是他就是一個 繼承人類 原型 或叫集體潛意識的一個 一個代表人物 所以既是旅行者 又是追求自由的 流動 都在Air這個字 裡面 提示讀者 這是他的原始意象 原始視野 或者叫 這是他的 原型模式 那原型 Archetype 我們說他是一個集體潛意識的模式 模式叫Model 可是 光有一個模式 不能夠發揮他的力量 他還要加上一種 本能的力量 那這個本能的力量 加上這個原型模式 就好像一個動力推動了 一個人的想法 或者一個人的個性 他就會變成超越理性的精神驅力 為什麼這裡要特別強調超越理性 這個是跟柏拉圖的 理論做一個對照 理念或者理性 就稱之為Ideal 具象的稱之為Physical Physical 就是你用感官可以感受到的東西 Karl 用認為 雖然他也提出 集體潛意識 或者叫 原型 但是他並不認為 他的東西 當然這個也是一個模式 或者叫結構 可是這個模式或結構 跟這個不一樣 因為 在柏拉圖的這種 那個 理論裡面 到後來會發生的 身心二元論 就是身體跟 跟心理 是不相連鎖 是分開的 但是雍認為 我們的身心 必須合在一起講 他都是由這個原型 就這個原型 比如說JN那種個性 不喜歡 像窮人一樣 每天反覆的勞動 那個跟他的身體 跟心靈 是分 就是這兩者是沒有辦法分開的 而 Helen Burns 卻可以分開 Helen Burns 認為 我的身體 所受到的 或者我的感官 所接受到的東西 都不如我一個理念 也就是我死後可以上天堂 或者整個基督教 教一所教給他的 這種 那個 鄙視身體 對這個 Mind 加以 純化 純化到 就是精煉 提煉到一個地步 是可以擺脫 身體的負擔 顯然 她的名字 Helen Burns 跟這個也有關係 就是不斷地燃燒 那種燃燒 基本上是耗時 自己的身體 讓他能夠 進入 Mind 或者純粹的Mind Pure Mind 的那種狀態 可是 Gene不是這樣子 Gene她的 如果 用 原型理論 Architect理論的話 她的身心狀態是結合在一起 然後是追求 而且這種 結合在一起 是因為它 代表的是人類 幾萬年以來 對環境 以及文化 加注在她身上的 一種反應 所以這種反應是身體反應 也是心理反應 好 我們看看 在故事 建有三幅水彩畫 被Mister Rochester 特別挑出來 認為可以感動她的 精神 這三幅畫 分別是 在巨浪中 有一艘船沉了一半 你看圍桿上 有一支又黑又大的 鹿瓷 這個鹿瓷 口中銜著一個 金手鐲 這個手鐲是在畫裡面 也畫出那個尸體 就是從那個船上 掉下來 然後已經被淹死 屍體的一隻手 他的手上的戒指 有箱子保持的戒指 顯然已經被 杜瓷叼走了 這是第一幅畫 好 我們說船 屍體 還有這個財富 都在第一幅畫呈現 船跟旅行有關 旅行跟追求財富 也有關係 尤其在十九世紀 其實從十六世紀以來 整個西方文化 西方社會都在 用航海的方式追求財富 再來第三 朦朧第二幅畫 在朦朧山峰中 遠處出現了一個女人 一個女人的形體 這個應該是一 一個女人的形體 他雙眼烏黑有神 頭髮如陰影般的飄動著 為什麼這一幅 這種形象會打動 Mr.Rochester 遠處朦朧的山峰中 很遠很遠的地方 出現一個女人的身體 形體 雙眼烏黑有神 這個等一下我們來談到 Anima 就會知道 這種女人 代表的是男性 個性中的女性氣質 或者男人生命的力量 或活力 戎 戎閣說 要不是這個Anima 他是靈魂跳躍 在靈魂中跳躍跟閃爍 要不是有他的話 男人早就在他們的野心 和閑散中滅亡 閑散指的是沒有野心的人 可是也沒有生活目標的人 如果我們看到 咆哮山莊裡面的那些 勞動者 包括那個咆哮山莊的主人 她後來太太死了之後 就整天的酗酒 打牌 這是一個閑散的男人 那有野心的男人 那當然是追求名利的 可是如果男人 靈魂或心中沒有Anima 那就很快會死 在這邊 其實如果我們用 一般認定 男人代表的是一種 比較摧毀或者攻擊的力量 女人代表的是一種 保存生命的力量 那麼顯然Anima 是一種保存生命的活力 所以Jane顯然是 Mr.Rochester的Anima 而且根據容格理論 任何女性角色 只要擁有獨特的重要性 或力量 都很有可能是Anima的象徵 那你說 Aya Naga 英格漢小姐 為什麼不能是Mr.Rochester的Anima呢 她也是女人呢 這裡強調那個Anima 要有一個 獨特的 力量 那種獨特的力量 那種獨特的力量 跟個人是不是 繼承的 這個集體潛意識 或叫圓形 很有關係 如果你沒有繼承到那個東西 你不過是一個 跟那個 跟那個富有野心的男人 或者閒散的男人一樣 的女人 這種女人是不能夠打動 像Mr.Rochester那種男人 第三幅畫 一座冰山 刺破北極天空 有一顆頭顱 突然 出現在那邊 蒼白枯稿 這種畫 為什麼會吸引Rochester 這也是屬於一種圓形模式 就是人 最深層的恐懼 就是在那種 荒漠 荒涼寒冷的地方 孤獨 沒有 沒有同伴 蒼白枯稿 那種狀態 另外一種圓形 榮格講了好幾種圓形 今天我們只介紹三個 另外一個圓形是Shadow 陰影 剛才我們看到一幅畫 那個女人 他的頭髮 就是以陰影的方式 在那邊飄著 不過在這邊的陰影 根據榮格來講 指的是一個人的負面或黑暗面 比如說 貪婪 卑鄙 惡意的慾望 剛才我們把Jane Eyre說成 他是代表人類潛意識 集體潛意識的一種旅行 追求自由 甚至包括財富的慾望 可是這種慾望 你用什麼手段去得到 這個可能是你的陰影在作用 這也是人類集體潛意識 有的一種圓形 甚至也可以說成是一個人的邪惡特質 再怎麼樣標榜 是為聖人 或者是對 或者他做的事情多麼合乎 這個救國救民的事情 他還是可以從這個人身上 找到他的邪惡特質 那他是人類 他號稱人類拖在身後 看不見的蜥蜴的尾巴 你們知道人類已經沒有尾巴了 對不對 被視為是一種淨化的象徵 可是這種陰影或叫做人類的黑暗力量 這個你們在各種奇幻故事一定都聽過 對不對 比如說 最近又要 又有第七集拍出來的那個星際 戰爭 Star Wars 裡面不是有一個黑武士嗎 拿著光劍 對不對 他跟自己的兒子對打 那個兒子叫天行者 Sky Walker 你看也是一個旅行者 他爸爸就是那個黑武士 被自己的黑暗力量所控制住 所以變成一個壞人 所以這個是被說成是 人類拖在身後 看不見蜥蜴的尾巴 人類一直想要 想要擺脫他 可是擺脫不了 所以最常見的遍體 就是魔鬼 那麼 在213頁裡面 他花了一大段在描述 這種原型 在許多經典文學作品中都可以看到 比如莎士比亞的悲劇 是奧塞羅 裡面的一個壞人角色 叫Iago 這Milton的史詩 施樂園裡面 有一個撒旦 他也是 這個陰影 作為人類集體潜意識的這個 陰影這個原型 哥德福士德作品 作品裡面的梅菲斯特 也是這種陰影人物 康拉德小說黑暗之星的Kurtz 也是 所以 所以 在我們讀的 Geneir裡面 Mr. Rochester的原配Berta 要嘛就在那邊放火 要嘛在那邊狂笑 要嘛在那邊喜歡殺人 這個 這個 基本上就是Rochester的陰影 代表的是一種摧毀 的力量 好 這個圖大家從第二週 還是第一週就已經看過了 對不對 三種 愛之間的關係 我們用這個圖 曾經來 詮釋過沙拉辛 現在再來詮釋Geneir 如果集體潛意識 詮釋沙拉辛的時候 那時候我們用弗洛伊德 的那個昇華的講法 就是人的自私的愛 動物性的快感 如果可以昇華成一種 崇高的理念 再加上如果有可以 這個他的人際關係網 是溫暖 濕潤的 愛 那麼就可以成為身心健全的人 但是現在如果我們用容格的 圓形 神話圓形理論來看 集體潛意識 也就是所謂的圓形模式 也就是 表現在個人身上是一種 人格特質 像Geneir那樣的人格特質 它基本上那種圓形 是 紫色的這一部分 加上 紅色部分 紅色是它的本能動力 對不對 剛才我們講的那個力量 而紫色部分是那個模式 那個圓形 Archetype as a model 那個結構 所以力量加上這個結構 而且這個結構是 只要你是人 你留意自己的靈魂的需求 一定會有紫色這一部分的東西 如果沒有的話 那就像是一個沒有Anima的人 像是一個行屍走肉 像是一個剛才講的 在男人身上 就是除了野心 要不然就是閒散 其他什麼都沒有 就不能夠感受到 崇高理念 忠誠專義 擁抱真理 這一類的東西 但是 這個圓形 除了是 紅色跟紫色相結合之外 如果你要 完成 另外一個要求 另外一個自我的 那個圓形 要完成這一部分 你勢必要剛才講 三種愛中的第三種 也就綠色的一部分 Relational Love 這個自我 強調的是 個人如何在世界中建立自己 通常都是一個英雄典型 對女人來講 也是一個英雄的 追尋 他必須經歷三個階段 隔離 隔離什麼呢 隔離你日常生活的世界 對不起 就在一個隔離狀態 通常是你小時候 所以為什麼我們認為小孩子太小就送去那個 就是家庭以外的 技術學 通常不太好 就是因為 他沒有 他沒有先經歷 隔離 就隔離跟社會脫離的 一個狀態 比如說 健在他的舊媽家 學到原來他自己是孤兒 學到原來他必須 什麼時候順從 什麼時候反抗 其實所有的小孩都這樣 對不對 其實一個天真小孩 他在家庭裡面也是 常常 會問 說 我是不是很乖 或者是父母親對他講說 你這樣不乖 或者乖 他從這個 來學到一些所謂的日常生活 應該有的 言行標準 然後再經過啟蒙 啟蒙一定要離開家 所以你們現在如果是 離家住宿 這個通常是你個人 自我生命的一個啟蒙階段 那當然有的同學 可能高中就離開家 他探索 奇蹟的領域 這什麼意思呢 就是跟你日常生活的世界 很不一樣 在我自己的個人生命 我的啟蒙過程 通常都是 比如說參加社團 像我參加登山社 然後 去體會到原住民的 文化 那個文化 在我大學時候 感受非常強烈 跟我原來日常生活的領域 是完全截然不同的 那甚至包括 對大自然的一種冒險 那這當然當時都不敢跟父母講 所以這個都是啟蒙 遭遇奇幻的力量 那這奇幻力量 通常是說 你原先在日常生活界的 邏輯思維 不能解釋的 然後 遭遇這些力量 你還要贏得決定性的勝利 我們就以 Jane這部小說來說 她的受教育過程 幫助她 探索奇蹟領域 比如說法文 或者是地理 音樂 自然 這些對她來說 都感受到 這種奇幻力量 不一定是超自然 當然也可以是超自然 你看她散步的時候 常常喜歡在那個 霧氣 朦朧的地方 去感受 模糊 你看她畫的畫 也喜歡那種朦朧的山影 換句話說 就是界線不明顯 不清楚 那種地方 你們有探索過 我們交大的校園 什麼地方讓你們感覺 是 是學校的邊界 然後 那個地方的景色 跟學校裡面 又不太一樣 不一樣 有探索過嗎 都不知道 你們有探索過 所有的管色嗎 每一個管色 都有自己的個性 好 所以Jane 她面對權威的勇氣 跟技巧 等等 這些都是 讓她可以 最後贏得決定性勝利 你看她靠著那三幅水彩畫 就讓Mr. Rochester 難以忘懷 就已經辯認出來說 你跟我是同類的 那 Jane對Rochester也有同感 所以這個就叫愛情的發生 最後一定要回歸 英雄不能走了就不見了 他回歸是帶來恩賜的力量 回來幫助人 通常是幫助一群人 這才叫英雄 對不對 神話的詮釋法 剛才講的是原型 就榮革 他認為人類的集體潛意識 當然裡面也包含著神話 可是神話本身 還可以再細 就是根據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神話 那在Jane Eyre這一部作品裡面 他如果用 他們自己 英國的神話 或者西方的神話來閱讀 這在230到240年 這基本上是西方神話 尤其是月神 還有紅色這些 那這個我就不細讀了 請大家自行閱讀 根據Wuthering Heights 人物表 我們知道 咆哮山莊 就是Wuthering Heights 上次是不是解釋過Wuther這個字 然後化眉山莊 Flash cross 是一種鳥 Grange 跟Heights的不同點在哪裡 雖然我們中文都翻成山莊 哪一個看起來比較有秩序 比較 看起來比較舒服的 房子 Grange 還有化眉山莊 好 我們先 我先開頭說這個小說是怎麼開始 有一個就是 有一個人叫 Mr.Lockwood 你們有看到他的名字嗎 Mr.Lockwood 他因為 有一天心血來潮說要拜訪房東 因為他租下了畫眉山莊 然後就想說他要去拜訪一下房東 去找了房東 還沒到他們家 他就發現一群狗對他非常不友善 然後 要進這個家之前 先在那個門 大門上面 看到 雕刻 就是好像那個很 很圖著的手法 雕出來的一些 Monsters 的那個 雕 就是雕出來的 畫 像 然後 他 不得其門而入 敲門也沒有人 回應 後來他就發現有一個 老頭子 他說他要 他要來拜訪房東 然後老頭子就說 我不知道 你 對他反正非常不友善 就是你來幹什麼 那我不認識你 像這種話 後來 他又遇到一個年輕人 那個年輕人 也對他 很有 敵意 他就趕快解釋說 我是 我是來拜訪房東 請問Mr. Heathcliff在不在 那那個年輕人說 他等一下才會回來 都沒有人招待他進去 他就主動問我可不可以進去 後來 那個 房東終於來了 Mr. Heathcliff 當然 人還沒到 那個狗先到 裡面的狗都非常的兇 不像 Jane Eyre裡面的那隻Pilot 那麼陶鞋 這邊的狗都非常兇 而且狗也有名字 叫Skulker 那個音聽起來就是非常 潔傲不尋 或者是不柔和的聲音 然後 Heathcliff就 就讓他進來 然後他當他講說come in 的時候 那兩個字 彷彷彿是從 咬緊的牙齒 齒縫間 硬逼出來的 意思就是很不情願讓他進去 好我們已經知道 這個Logwood是好不容易 才能夠 他是很善意的很想要拜訪 可是卻不受歡迎 又心不甘情不願地被接待進去 他看到一個年輕女孩子 那個年輕女孩子 原來他才了解說原來他敲門敲那麼久 那女孩子早就知道 那個少婦早就知道 可是都不來應門 那後來他就 那個 跟那個 Heathcliff 就寒暄了幾句 最後 天氣越來越壞了 暴風雨都要來了 Heathcliff就說你這種天氣你跑來 拜訪幹什麼 他就說 這個我是很想認識你啊等等 他們喝過茶了 那個 Mr.Logwood 要 就說 這種天氣我恐怕沒有辦法一個人回去 開始嚇大意 你能不能派人送我回去 因為那個天氣他對路又不熟 那Heathcliff說沒有人 我沒有 我沒有多的幫手 那 這個 那個 Mr.Logwood又講說 謝謝你太太的招待 他說那不是我太太 那是我死去兒子的太太 所以那是Cathy 然後這個 Mr.Logwood在這個家 本來他預計進到這個家 應該會看到很溫暖的火爐 是有一個火爐 但是那火爐旁邊並不是廚房用的 那個 那個廚房用具 比如說鍋子啦 或者火爐通常就是直接可以 有東西放在上面煮 他看到都是大大小小的槍 槍枝啊 那是 蠻人的武器 所以他搞了半天 始終不知道這裡面的人 他遇到的人 他們彼此的關係是什麼 常會誤認 後來 他就被 他就留下來 不得不在這裡過夜了 後來當沒有人要理他的時候 出現了一個女仆 那個女仆說 好吧 我就帶你上樓過夜 不過你不要跟那個 主人講 因為主人已經跑去睡了 不理他了 而且主人還不准他 在火爐旁邊睡 睡覺 因為 火爐 那個地方被認為是 一個家最重要的地方 他說 那個Heathcliff說 我不曉得你晚上會不會做出什麼 什麼 欲舉的事情 所以 就把他趕離那個 等於說我們的客廳 趕掉了 那他 他無處可去啊 那個 總不能跑去馬丘 跟動物在一起 後來還是那個 家裡的女仆 叫Zilla 可憐他 就 偷偷把他帶上樓 進去的那個房間 他發現裡面 很奇怪 也不是正常的床 它是一個箱在 牆壁裡面 壁龕裡面的 一個 一個 睡覺的地方 他爬進去之後呢 發現有一本 叫 Tone 有一本書 這本書很大 Tone就是 大本書 後來他翻開書 看呢 就裡面大概是聖經 類似繪本之類的 聖經的話 可是 在書頁的邊緣 凡是空白的地方 寫滿了字 他發現是一個叫做Catherine 一個小女孩寫的東西 那是他的日記 他就情不知經的讀 讀 然後讀到裡面就出現 Catherine在談 他跟 Hithcliffe 作為好朋友 可是常常被自己的哥哥欺負 那個哥哥尤其會欺負 Hithcliffe 他就講了很多細節 包括他們的 包括他們的爸爸 把那 Hithcliffe 買了兩匹馬 那先讓 Hithcliffe挑 挑好的那匹 那匹灰馬 然後 那個 中馬 給自己的兒子 結果 自己兒子 Hindley 就故意把那個 灰馬 弄 搅弄 搏了 Hithcliffe 當然就很不高興 就說 那我要你的鐘 那兩個人就打架 等等 這些細節都寫在 日記裡面 Mr.Lockwood 讀的 讀到後來就睡著了 睡著 Hithcliffe 就做了兩個夢 第一個夢是牧師 在傳教 然後就譴責他說 你犯了一個什麼什麼罪 那個罪其實 對當時的讀者來講 那個罪就是手淫 就是他自己在自衛 那 第二個夢呢 他後來就醒過來 然後第二個夢是夢到有一個女孩子 一直在敲那個窗子的 在敲窗 然後他打開一看 其實 那個 那個其實只是樹枝 在一直敲那個窗 他要關上窗子的時候 手卻被 那個女孩子抓住了 然後 那個女孩子一直講 Let me in Let me in 讓我進去 Mr.Lockwood 就說你如果要讓我 你如果要進來的話 你先要鬆手 意思就是我才能開窗 可是當他一鬆手的時候 他就反抓那個女孩子的手 然後讓他靠在那個窗 窗台上 一直磨 磨到流血 血都滴出來 這是小說寫的 電影通常不會拍這麼細 電影通常不會拍這麼細 那 那個 那個 後來他就 大叫起來 就是 這個聲音 Mr.Lockwood自己在叫 啊這樣叫 他就 驚醒了 Heathcliffe Heathcliffe 進來 痛罵他 How dare 你竟敢進到這個地方來 因為這個房間對他來說 是 是他的童年回憶 他跟Kathryn就一起住在這個房間 當他們還很小的時候 那 故事這樣開啟 第二天 一大早 那個 Mr.Lockwood就就離開了 那是那個 那個年輕人 那個年輕人其實就是Heathcliffe Heathcliffe送他回去 可是只送到一個 化眉山莊之外的那個門口 他要必須走進去 自己的家 他要走進那個房子 平常很短的路 他卻花了一個小時才得以進去 所以這些都有他的意涵 那麼進去之後呢 他就 發現自己的 家裡的一個仆人 叫Mrs.Dine 他就問Mrs.Dine說 你認不認識 Wildering Heights那家的人 他說 太熟了 我就是那一家出來的 我小時候就是在那邊 那個 那個 長大 因為我的母親 被那一家 聘去 當奶媽 當保母 照顧誰呢 照顧那一家的兒子 就是 Hindley 所以 他自己等於是在小女孩的時候 也是被帶到那一家 那個 自己還 偷偷的喜歡 Hindley 然後 對 Hindley的 妹妹 Katherine 也很熟悉 就由這個 Mrs.Dine嘴巴裡面 滔滔不絕講出 過去 20年來 所發生的事情 有沒有同學要接著繼續 Mrs.Dine講了什麼故事 就講說 當她第一天見到 Heathcliff 是一個又髒又黑的孩子 對不對 對 好 那 我先簡單地講 如果要用女性主義 看的話 最主要就是要知道 父權體制 基本上是兩個男人之間 以女人作為交換 來 來 建立這兩個男人的關係 這兩個男人的關係 如果沒有女人呢 基本上就是 戰爭 但是如果是用交換的話 這兩個人的 和諧關係可以建立 在這個故事裡面的男性有這些 女性有這些 Lockwood Mr.Lockwood剛才講過是那個房客 Joseph就是他第一個遇到的 男的在Wuthering Heights是 長宮 他動不動就用聖經 來要求 他這個主人家 的兩個小孩子 其實三個小孩 一個是Heathcliff 一個是Kathryn 因為他們年紀都比較小 一個是一個在他們家 也是當童工的 那個 小小孩 小男孩 但是他對這個 他對Hindley 因為Hindley 長大 娶太太了之後 Joseph 就把他當作是主人 那 所以他代表的就是父權體制裡面 所謂 Proper Manners 什麼才符合 符合聖經上所講的禮教 他是嚴格執行者 甚至過於嚴格 導致於Kathryn 非常地討厭他 那 Hyrton Earnshaw Hyrton是Hindley的 兒子 也等於是Kathryn的 職 職兒 然後 再來是Heathcliff Heathcliff後來因為 到外面賺了錢 因此他的財富可以讓人家尊稱他是 Mr. Heathcliff 所以他的姓 他原來是沒有姓的 只有一個名 結果名字後來變成他的姓 在Edgar Linton是 化眉山莊的主人 他娶了Hindley的妹妹 Kathryn Earnshaw 然後兩個人生的女兒叫做Kathy 這個Kathryn呢 後來被 Heathcliff綁架 偷偷綁架到 陶笑山莊來 硬性地嫁給 Heathcliff的兒子 Heathcliff後來 有一個兒子 他的兒子是娶了Edgar的妹妹 叫做Isabella Linton 那個娶了Isabella Linton Isabella懷孕之後 他想辦法逃走 所以逃走之後 生下的兒子呢 就信自己的信 就叫Linton 所以是 那個 但是 他的兒子 在我們的人力表裡面 就叫Linton 總而言之 那麼他 Kathy後來 被綁架在Wildering Heights 嫁給了Heathcliff的兒子 然後 名字就叫Kathy Linton 所以他繼承的 所以他的財產 就等於歸屬於Heathcliff這個家 他的財產哪裡來呢 他的財產就是他自己爸爸 他爸爸 只剩一個孩子就是他 所以繼承了Linton的家 的家產 Heathcliff 因此而得到 化眉山莊 所以他現在 他又用賭博的方式 把Hindley Earnshaw的財產 也就是Wildering Heights 也弄到手 所以他現在手上既有化眉山莊 也有咆哮山莊 然後 他還 把Hindley的兒子 就是Heathcliff 他的年齡跟Kathy 他比Kathy大概大兩歲而已 大一兩歲 又把他奴役當成仆人使用 所以基本上是報復Heathcliff的爸爸 那他的爸爸Hindley Hairton的爸爸Hindley 不久也因為酗酒死掉 所以他現在 Heathcliff等於是稱霸 然後 最後Heathcliff因為受不了 對Kathy的迷戀 所以自己後來也死 他甚至迷戀到什麼地步 他把屍體 從墳墓裡面挖出來 抱著屍體 而死 那麼Hairton跟Kathy 在Wildering Heights 後來就結婚了 所以Kathy 一結婚了之後 等於他的第二任丈夫 叫Earnshaw 所以又回到Kathryn Earnshaw 這個名字 知道我的意思嗎 等於他又變成他的媽媽的名字 然後這一連創以上所講的故事 都是Nellie講出來的 OK 如果我們把山莊 等一下大家會從電影裡面看到他們的房子 在19世紀 維多利亞時期的英國 房子 就叫House 裡面一定有一個Angel 也就是家庭主婦 被視為是The Angel in the House 它本來是一個溫暖的地方 但是呢 卻被Heathcliffe弄成 就是 或者說這個咆哮山莊 本來在Heathcliffe來之前 還有這個Kathryn的媽媽 但是她媽媽活得不久 就死掉了 我們先說明一下 剛才講過如果女人就代表房子 這個就代表空間住家 兩個男人爭奪的女人 事實上也是在處理財產的問題 所以這一部小說 很多人都說是 有關Kathryn與Heathcliffe愛情的小說 但是 如果你用女性主義來分析的話 就會知道 這個真正講的欲望 並不是在這男女之間 而是在 Heathcliffe跟Edgar 也就是這兩個山莊的主人之間 的同性 關係 就男人跟男人之間 彼此的desire 就是那性欲 是藉著女人的交換 來成就 知道我意思嗎 所以你可以說這是一個 Homosexual design 這整部小說是這樣 好我們現在看一下這小說 不看一下這電影 這電影要注意的是 裡面不斷地出現 叫Heath這種植物 男主角叫Heathcliffe 但是Heath我們翻譯成石男 你們知道有一個澳洲演員很有名的 也叫Heath Heath Ledger 他就演段貝山裡面一個男主角 後來又演蝙蝠俠 對 Heath 所以這是一個植物名字 可是也可以是一個人名 Heathcliffe 它不但是Heath 而且還Cliff 懸崖 那 那個 我先說明這個Heath的重要性 在 我們叫做Highland 像 像 英國 歐洲很多地方也是 澳洲也有 他們都有大片的Heathland 他們稱為 石南荒原 就是這種植物特別多 可是 讓它呈現在一個非耕種的狀態 那這種植物的重要性就在於 讓這一塊地長不出樹 他們不要樹 目的是讓它可以變成耕地的可能 可是這種地方呢 常常都有 就是它的砂質很重 可是又有 有水的地方就會形成沼澤 所以等一下你們看的電影 裡面 那個Heathcliffe跟Catherine 互相用泥巴抹對方那個臉 這部電影拍的好的地方就在於 它把這個 這個空間 這個自然狀態 呈現得很好 加上裡面的動物 除了狗之外 還有很重要的就是鳥 OK 各種 很多種鳥 都是這種 自然狀態中很 很重要的意象 一種鳥叫 一種鳥叫 Lapwing Lap 你們知道是 懷抱 Wing 翅膀 不過這種 Lapwing 這種鳥的翅膀 叫羽毛 對不起 羽毛 是Katherine跟Heathcliffe 彼此之間的一種 你可以說是一種 愛的信義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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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 幫你 借過